我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因为我看的太多了 技术场面的已经打动不了我了 所以你们要找我的一个 一点 对我喜欢什么样的 你们要去猜一下 然后就融入到这次 battle当中来 所以说黄湘其实适应的蛮快的 连挑衅的动作就来了 说这个跳到杨凯身上吧 我本来想的这一招 是如果我遇到乔治了 我和他battle的时候 我就跳到他身上 但这招就用了 我想的就是 如果在组织上我遇到了乔治 我那个不是报了阳台的那招吗 还是对你的 人生嘛要留一点点 是我你 我跟那个肖子伍咱俩还投科投科 给我磕中了 给他磕破了 这咋俩是 合作了小半年咋俩都没 就是说受过伤啊 这家伙这比完赛了 去他们蒙面上去就挂财了 就脑门磕脑门了嘛 就这个位置 我这现在好了 脑门 脑门 咱俩脑门磕脑门了 倒立刻 我倒立嘛 他倒地嘛 我倒立他倒地 咱俩就是脑门磕脑门了 小主 小主好了 小主好了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给我自己都磕中了 那我能是故意的吗 再说我要是故意的 我能给我自己磕中吗 那我也得灵机一动 我得不能把自己磕到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故意的 只能说咱俩都大意了 咱俩全都大意了 咱俩全都大意了 咱俩就是可能有点太自信了 感觉互相的默契 就是非常的不用 不用再这个怀疑了 这就是大意了 上去咕咚一下就渴了 哈哈哈 当时课完你们想一想啊 我是在倒立的状态 课完 我是真有点懵了 我也有点懵了 鬼消消失我也懵 咱俩都有点懵了 而且我是在倒立的状态 能不更懵 我就感觉我脑子懵一下了 我就感觉我脑子懵一下了 就先是咚一下 然后就脑子懵一下了 练这么多年了 那必须的 还得闻思不动的 当没事儿似的 保持良好的一个咔咔继续长 跳完了咱俩下来 互相捂着脑袋 就连在现场的人 都没看出来 咱俩磕了 你们想一想 然后咱俩下来以后 对着我的脑子 然后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没事儿吧 他说没事儿 他说我没事儿吧 我说我好像也没事儿 等我一转头 我一看他 我说笑死我 我说可能磕破皮了 磕破皮了 我说你磕破皮了 我说你磕破皮了 我说你看看我磕 他说你没破 我咱俩可老到笑了 主要不是主要 咱俩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磕的 我的这个位置磕他的这个位置 磕的 可能给他乐 给他乐够呛 最主要是他和旁边给他乐够呛 反而咱俩给咱俩自己乐够呛 这给廖本儿乐的 对吧 说你俩可太逗了 这位置磕 那位置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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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置磕 那位置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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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置磕